华尔老师,我觉得你刚刚唱的那个,我觉得好像是在唱戏 这算吐槽是吧 对对对,吐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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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告诉老师们,观众朋友们,你打鼓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享受的状态 我觉得敲架子鼓能带给我快乐,我喜欢架子鼓强烈而富有激情的节奏感 说得非常好 因为我看过很多演出,然后上面都是打架子鼓的,非常帅气 所以我就学了架子鼓 你不觉得弹吉他的这样第一排更帅气吗 因为我以前也想学吉他,不过 这是因为肺不好是吧 最近感冒了 弹吉他不用肺 打鼓也不用,他偏偏强调感冒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上次学吉他的时候,人家说我年纪太小了 你年纪太小了 你年纪太小了 九岁 叫九岁 我上次学的时候才六七岁 这的确太小了 不价子鼓呢,受到年龄的限制很少 因为那个鼓有大有小 打儿童版的,打大人版的 好,你可以不要告诉我们,打鼓前打鼓后 就你学鼓之后,跟学鼓之前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在音乐上 在打鼓之前,我的节奏感不是太好 然后,学过鼓之后,我的节奏感就变得非常好 好,你们老师教得很好 你们两个节奏感 人天生就会走拍 天生是走拍的 忽快忽慢 为什么 我们心跳也会忽快忽慢 但是我们要控制心跳 让肌肉条件反射 打得很不错 我举个例子告诉你 事业上过去有一位 古典音乐指挥之王 指挥帝王叫做卡拉扬 卡拉扬,他拿着谱 然后编走 放自己的唱片 就出去了 心里面就要想指挥那首曲子 15分钟之后,他回到家 刚好指完,那个唱片刚好唱完 哇! 这么准? 因为他的拍子太准太准的 他是他自己的音乐 他放那个play一样 音乐就开始了 所以上步 还跟人家聊天 心里面还在打拍子 关门 他跟人聊天的时候 真的在聊天 非常准确 练到肌肉条件反射 打鼓最需要这种压拍子的 所以肌肉都是可以跳动的 华尔老师,我觉得 你刚刚唱的那个 我觉得好像是在唱戏 这算吐槽是吧? 对对 吐槽 你怎么会这样 不可以出尔反尔的 都按了就按了 也没很亮 按了,最后就摆上钉钉了 你们自己说一说 这个我之所以不亮 是因为我这里有了一个 常文卓 我觉得得以此名将足矣 是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打出千军万马之力量 常文卓是我的朋友 你打得过他吗? 常文卓 打不过 我才学了两年 我们俩都学了两年 他都已经学了 打不过 他六年 还有我呢 你是七八年是吧 1978年开始打鼓 好,那你那个美女老师有什么想法吗? 你们的这个偶像是谁啊? 周杰伦 周杰伦 他不打鼓啊? 但你们打的是张杰的歌 周杰伦他不打鼓啊? 对 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的钢琴弹得特别好 所以你就决定学鼓是吧? 他是为了可以有一天跟周杰伦一起演出 周杰伦弹钢琴他打鼓 他打鼓 好,现在请你们来告诉我们 你的决定是什么 三秒钟 我们的选择是 华安老师 华安 恭喜抱抱堂组合 成功加入华安老师的队伍 继续能力 相信你们的未来 会更加的闪亮 我们要加油啊 我看到这一个六六名的人 我想加强四年 我们俩只要一人再练一年 就超过他了